我们又被黑粉带偏了 没有没有 带个节目 没有的 我现在在黑粉 在怎么把我带偏 我也不会把我带偏 在这里上班的心了 我会一直坚持在这里上班 你们放心吧 现在像个富婆状 现在像个富婆 老板把我带去弄了一下头发 带个节目 还买了一个衣服 还化了一个妆 没有泥土味 是不是 我们现在就好好的 把色彩做起来 像一些小事情 咱们全部就不理它们了 行不行 家人们 那些不重要的人 不重要的事情 咱就不要去再去 再去纠结 没有什么好纠结的 群众的眼光是雪亮的 没事 人在座 天在看 就像 对不对 说的一样 你要你的内心要什么 要坚定 你的内心一定要坚定 你不坚定的话 没有人会支持你的 不管他现在要做什么事情 我全部把你搞定 有什么事情 就冲我来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我说的 有什么事情冲我来 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不要一天天的 疯疯癫癫的 没事找事 啥也不是 对 我们要坚定 制定了一个方向以后 我们就要坚定不移的 我好了 忘了沙巴疼 是吧 我就想忘了沙巴疼 因为 那是个 你们希望我一直都 每天都不开心吗 每天都想着 就像以前一样 每天都愁眉苦脸的 天天哭闹吗 摔个紧吗 人在做天赛看是吧 支持吗 家人们 支持的把支持打在公民上 好不好 支持我妈摔个紧吗 你们支持的打个支持 谢谢 支持的家人 把支持打在公民上 你说一句 你们喜不喜欢老板 可以 那我现在就跟你们说吧 老板在我心里面 他永远就是我的老板 我跟你们说 我永远就是他的员工 我现在我心里面 只想挣钱 只想好好的努力 好好给我家人们 分享一些好东西 知道吗 摔个紧吗 我现在很坚定地告诉你们 对老板 只有老板的那种 但是我也不可能离开 老板给我的工作 我会一直在这里 跟老板一起工作 会挣钱 知道吗 老板 你放心 我会一直在这里工作 因为 我说实话 是你 到这里上班 我才 见到了很多 不一样的人 和很多 不一样的这些 我以后会越来越好 加油 你给家人们保证 你不要跟我保证 你给家人们保证 会不会坚定 我再说实话 也没面子讲了呀 会不会坚定 我说的对不对 摔个紧 你给家人们保证 我保证 我再怎么样 再怎么样 我也不会离开 这份工作 好吗 因为这份工作 就是我的出路 我觉得靠谁都不能 一定要靠自己的工作 靠谁都不如 靠自己的工作 好对不对 以前很多叔叔阿姨 都一直跟我说 阿子 你不要靠男人 你不要靠谁 你要靠自己的工作 自己去找一份工作 怎么怎么样 我觉得那时候 我觉得 像我这样的人 应该找不到好的工作 但是我现在 老板这里上班了 上班了之后 我觉得叔叔阿姨 说的对哦 靠谁不如靠自己 对不对 靠工作 我接下来会把那些 影响你的人 全部都赶走 所有影响你的人 影响你的事 都会赶走 不会给他们 一点点的机会 明白吗 我们不会给 一些别有用心的人 一点点的机会 不会了 因为之前 我一直觉得 就是我们应该 给别人面子 给别人机会 现在 我决定 不再给他 一点点的机会 行不行啊 对老板 是我的贵人 这个节目 因为我觉得 有三个字 你不配 因为如果 不是老板的话 我应该 两个月之前 就回大梁山了 然后 我是老板的话 我过年的时候 也应该 不会出来了 所以我真的 非常地感谢老板 老板是我的贵人 我觉得 此时此刻 再出来 就像一个 跳梁小丑一样 三个字 你不配 哪怕阿子 以后跟 更优秀的人 在一块了 我会 非常的支持 但是 你现在 出现 我就送你三个字 你不配 来 家人们 把你不配 打在公民上 哪怕阿子 以后 跟 别的 别的 有能力的 优秀的人 在一块 我都会 非常的支持 我相信 我家人们 也会 非常的支持 但是 此时此刻 你再出来 兴风作浪 我就送你 三个字 你不配 行不行 家人们 行不行 家人们 不要三天两头的 就找点事出来 三天两头 就找点事出来 除了给阿子 带来什么 精神 心理上的负担 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对不对 家人们 起不了任何的作用 你除了把他 带出了大山 还做了什么 对不对 家人们 你除了把他 带出大山 还做了什么 今天想高兴 今天高兴了 就找一找 不高兴的时候 就消失了 以后 以后 就是咱们俩的事情 不要去打扰 这是你 你 你跟我两个 打PK 输给我了 你的承诺 不要做一个 不讲信用的人 人 要尊严 也要诚信 对不对 家人们 一个人 要有自己的尊严 也要有诚信 对不对 家人们 以前付出少了吗 以前是以前 现在是现在 对不对 家人们 本来是一个 很开心的事情 家人们 本来是一个 很开心的事情 没有 没有 没有什么呢 没有 一些人的这些打扰 没有这些人的打扰 阿子会更优秀 我相信阿子会更优秀 阿子也不太需要一些 不太负责任的人 出现 对不对 家人们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每次都是在阿子 在快要上升的时候 他就会出来新风作乱 你们发现没有 每一次都是在阿子 在某一个阶段 往上走的时候 就要出来新风作乱了 家人们 你们发现没有 就是 阿子没有做什么事情的时候 就没有什么动静 没有声音 但是看到阿子 快上一个台阶了 他就出来了 快上一个台阶了 他又出来了 到底是为什么 明白吗 家人们 不是来测我的流量 摔个睫毛 不是这样说的 不是我喝酒了 本来今天 今天是一个特别特别特别好的日子 家人们 我跟你们讲 昨天 昨天因为家人们也很开心 但是昨天被 被歧视了 也没有好好地去感谢家人们 所以今天我们也想 帮阿子 做一场活动来 让粉丝开心开心 一开播就全是这种节奏 全是这种节奏 你们是来直播间 希望 希望阿子好 还是希望阿子不好的 对不对 老板 我们就不说这些了 我们就说开心的话吧 我们就 你看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不对 不说这些了 这样一会儿一会儿 这老板 赵总过来 他也是我的 很好的一个朋友 他也是我很好的朋友 今天他新店开业 我也带你过来 他说带你过来 那我跟他说了 我说你出场是很贵的 现在你出场是很贵的 如果说 我们过来了 那得给你见面你 也要给我们直播间 一万多人的家人们 见面你 那他等一下过来吗 他一会儿就到 可能他可能在旁边休息 看我们在直播 有点紧张 那一会儿 家人们 一会儿等他到了 家人们 你们看看 今天 今天 我能不能给到阿子 足够的排面 给到家人们 足够的排面 好不好 家人们 谢谢老板 你看你又带我见 纳山的总裁 我会把身边 幼稚的人脉 又带我见 把身边的幼稚的人脉 都介绍给你 谢谢 他会成为你 你接下来人生中的后盾 你会有很多很多 正能量 优秀的朋友 行不行 行 谢谢 行不行家人们 但我有点紧张 紧张什么 紧张什么 现在是 我们是邀请过来的嘉宾 对不对 对不对家人们 但是每次你在 我就不怎么紧张了 我在是不是你 我是不是你 什么 坚强的后盾 你看我这体重 家人们 你看我这起格子 有没有安全感 家人们 你看我这起格子 有没有安全感 老板在 然后我就放心一点 摔个节目 家人们 有我在 有没有安全感 家人们 有 行不行家人们 有 对不对 摔个节目 我在 阿姿有没有安全感 家人们 有没有安全感 没安全感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